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新概念第二册的第七十课, Red for Danger。 那么在学课文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篇课文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Boot Fight,是一个名词,意思叫做斗牛。 那么这个单词由两个部分所构成。 第一部分就是前面的Bootball,意思是公牛。 那么第二部分是这个词后面的Fight,表示概念叫做打斗。 所以这两个单词组合成了Boot Fight,斗牛。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二个单词,Drunk,它是一个名词,意思指醉汉,就是喝醉的人。 那么我们还得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单词,拼写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它还可以用作为形容词,意思指的是喝醉的。 OK,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句子,He is blind drunk. Blind,这个词原来指的概念是人,他双眼失明的,瞎的。 那么在这个句子之中,He is blind drunk,和drunk构成短语,表示意思是他喝的酩酊大醉。 OK,好,那么这是关于drunk这个词,第一,用作名词,指的是喝醉的人。 第二,用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呢,表示概念叫做为喝醉的。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三个单词,Wonder,这是动词,意思叫做为溜达,乱走。 那么对于这个词而言呢,我们需要和我们曾经所学习的一个单词区分开来。 那么这个单词它的拼写是Wonder,那么同样也是动词,表示意思叫做为想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Wonder,和我们刚才所讲的Wonder,这两个词就只相差一个字母。 OK,好,那么对于这个溜达而言,那么对于它,我们所强调的呢,就是非常之随意地这样走着。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例句,Ryan was wondering about the park。 Wonder about这个短语就是表示为漫步着,徘徊着。 所以整个句子,Ryan,他在公园中间溜达着。 OK,好,那么要表明为漫步着溜达的走道。 什么什么地方去,还可以加上借词into。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例句,The lady wandered into the house。 OK,所以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位女士溜达着走进到了这栋房子里。 好,那么就是对于Wonder这次我们就看到这里。 在后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第四个单词,Ring。 那么这个Ring呢,在文章中间用作为名词,指的是原型的竞技场。 当然我们曾经也学习过Ring,它做名词的时候还可以表示一次,指的是戒指。 对戒指也好,以及这个原型竞技场也好,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一个圆的。 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到的是第五个单词,Unaware,形容词。 不知道的,未察觉的。 那么显然这个词具备有一个un这个否定的前缀。 那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词aware,OK,也就是unaware这个词的反应词。 那么unaware表示为不知道,没有觉察到,那么因此aware就表达为觉察到了,意识到了。 那么表示觉察到,意识到什么事情,需要在aware后面加上借词of。 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句,John is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那么所表示的意思就是,约翰,他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好,那么我们首先所掌握的第一个短语就是be aware of,在aware后面加上借词of。 那么其次,对于aware后面如果出现的是句子的时候,那么可以用上that来进行引导。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例句,Cathy is awar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K,那么整句话的意思是,Cathy意识到了,解决这个问题是可能的。 所以呢,在aware后面加上了由that所引导的,宾语从句。 因此关于aware,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这两个结构形式。 第一个,be aware of,后面接名词。 第二个,be aware that,后面接相关的从句内容。 那么既然aware表示概念叫作为意识到了,所以我们表示没有意识到,这个在aware前面加上un这么一个否定的前缀。 因此,我们刚才所说的John,他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变成John,他没有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就可以这样的说,John is un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OK,好,那么这是关于aware以及unaware的用法。 那么同样的,在unaware后面也可以加上由that所引导的,宾语从句内容。 OK,好,那么这是关于aware以及unaware,我们看到这里了。 再后我们看到的是第六个单词bool,名词,表示概念叫作公牛。 那么刚才我们在讲boofy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单词了。 我们再看到后面的第七个单词,叫做matador,名词,斗牛式。 那么这是斗牛这个运动之中所少不了的。 好,那么这两个单词我们都认识。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是第八个单词,remark。 那么对于remark这个词而言呢,书上所标示的词性是名词。 那么对于它,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它的名词的用法和意义。 当它做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叫作为评论,言语。 我们经常会描述对于什么什么东西来进行这样的评论。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例句。 Nick always makes root remarks on Jane's writing. OK,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句子之中表示为进行评论, 结合名词的remark,搭配了动词的make。 OK,并且要表示为对于什么什么东西来进行评论, 还在remark这个词后面加上了借词on。 所以整个句子,Nick always makes root remarks on Jane's writing, 表示意思就是,Nick总是对简的书写进行胡乱的评论。 OK,好,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中间掌握短语,make remarks on something。 那么这是关于remark这个词作为名词而言。 那么对remark评写上不变的时候,还可以作为动词, 意思也是评论,谈论。 那么作为动词而言,同样的, 要表明对什么来进行评论,也需要加上借词on。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例句, they all remarked on his speech, 他们都对他的演讲进行了评论。 好,那么这是关于remark这个词, 不管是名词也好,还是动词也好, 表示对什么进行评论的时候, 后面都需要加上借词on。 好,紧接着我们再看到的是第九个单词, apparently,副词,明显的。 那么对于这个词而言, 我们也明显地发现它具备有一个副词的后缀, 也就是这个词最后的两个字母,ly。 那么对于它呢, 我们要从它的形容词入手来加以了解。 我们把词缀ly拿掉之后, 剩下的就是apparent, 形容词, 意思是想而易见的。 就是什么样的事物或者东西, 我们可以说从眼睛上一看, 就非常之明了的。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例句, his anger is apparent to everyone. Anger表示概念叫作为生气。 OK, 所以整个句子, his anger is apparent to everyone, 对于每个人来说, 他的生气是显而易见的。 OK, 所以说这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都是完完全全把它表露在他的脸上的。 好, 再比如后面这个句子, it's apparent that he is upset today, 很显然, 他今天有些心烦意乱。 OK, 所以我们这里用上的是, it's apparent that, 这样的句式结构, 说明什么什么事情是非常之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是作为apparent这个字的形容词。 那么对于副词而言, 我们在英文中间可以把它单独的作为一个壮益性成分来使用。 所以咱们刚才那句话, it's apparent that he is upset today, 用上了副词就是apparently, he is upset today。 同样的表明的是显而易见的事。 因此整个句子显而易见的事, 他今天非常的心烦意乱。 好, 那么这是对于apparently这个副词, 以及他的形容词apparent, 我们就看到这里了。 好, 我们下面再看到的是第十个单词sensitive, 形容词指的意思是敏感的。 那么这个敏感的既可以指我们这个人, 他在心灵上面对什么东西是敏感的感触到的。 也可以指的是我们在身体感受上面对什么东西也是敏感的, 可以感知的。 好, 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短语sensitive skin, 这叫作为敏感肌肤, 敏感的皮肤。 OK, 我们看到第二个句子, Dogs are sensitive to sounds, 狗对声音是非常之敏感的。 在这个句子中, 我们要重点掌握的就是sensitive, 后面需要搭配上有介词to, 就构成了短语be sensitive to, 那么整个短语be sensitive to所表示的意思就是, 对什么什么东西是非常之敏感的。 好, 那么关于sensitive呢, 我们就重点掌握刚才我们所说的和介词to的搭配问题。 我们看到第十一个单词criticism, 名词意思叫作为批评。 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些措施的时候, 我们都要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是家长等等的对我们的一些批评, 那么这些都把它叫作为criticism。 好, 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例句, any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s welcome. OK, 那么constructive这个形容词表示概念叫作为建设性的, 因此整个句子, any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s welcome, 任何建设性的批评都是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往往要表明我们需要虚心地去接受对方的批评意见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事先地说这么一句, any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s welcome, 那么这对criticism所表示的就是批评。 那么紧接下来我们看到后面这么一个句子, it's beyond the criticism, 那么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beyond表示为超出了, 所以it's beyond the criticism, 从字面上说这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这么一个限度了, 所以那么整个的句子, it's beyond the criticism, 就表示为无可指责。 OK, 就说明对方这个事情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这是一种赞赏。 好, 那么对于criticism, 我们还可以表达的概念叫作评论, 比如说这个短语, literary criticism, 指的就是文学评论。 好, 那么这是关于criticism所表达的意思呢, 我们就要了解到这里。 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二个单词, charge, 动词, 意思是冲上去。 那么在文章之中讲述的是关于斗牛的故事, 所以斗牛之中这个牛它就会非常快速地朝斗牛室冲过去。 那么除了这种冲之外, 那么另外的像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很多的这样的猛兽的冲, 也是可以用上charge。 好, 我们看到这个例句, Ducks are trained to charge at thieves. 那么这句话之中所表示的意思是, 狗被训练着朝小偷门冲去。 在这句话之中, 我们需要掌握的是这么一个搭配, 叫做charge at somebody, 意思是冲着谁冲过去。 那么对于这个at这词呢, 这有一种表示为冲着, 瞄准了, 对准了这个意思。 那么charge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常用词, 除了表示为冲上去之外, 还有些其他的意思。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常用概念。 比如我们看到的后面这个句子, The restaurant charged us ten dollars for hamburger. 那么这个句子之中, charge后面加上了相关的钱的这样的表达, 那么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所价, 收费。 那么整句话指的意思是, 这个餐馆向我们收了十块钱, 那么这十块钱针对什么呢? 就是针对这么一个汉堡包的。 那么因此整个句子, 这个餐馆它收了我们十块钱吃这个汉堡包。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所遇到的charge所表示概念呢, 就指的是收费所价。 好, 那么关于charge这个词我们看到这里了。 好, 下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第十三个单词, clenzyly, 是一个副词, 意思指的是笨拙的。 那么对于这个单词而言, 我们首先从它的形容词入手, 我们把刺猬的ly拿掉之后, 把i字母还原成了y, 这样就构成了形容词clenzy。 那么所表示意思叫做笨拙的, 或者是笨重的。 那么当然笨拙的, 我们是描述是人, 笨重的, 我们就描述是事物。 比如我们看到第一个单语, clenzy wooden shoes, 这里所说的就是一双笨重的鞋子, 那么这双鞋是个木头的鞋子, 所以整个单语只是笨重的木靴。 好, 在后面的a clumsy waiter, 那么现在形容词语言, 就是笨拙的, 所以这是一个笨拙的服务员。 好, 那么对于副词而言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由于这里我们用上的是笨拙的这个意思, 修饰动词, 所以采用的就是副词clenzy。 好, 那么整句话, 笨拙的, 试着向我解释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是第十三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第十四个单词, bow, 那么是动词, 叫作为鞠躬。 OK, 往往我们向对方表达一种敬意的时候, 就会有bow这样的动作出现。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例句, he bowed politely to the guests, OK, 他非常之功签地向客人们鞠了一躬。 OK, 那么第二句话, tap bowed his head in shame, 那么这个bow不仅说是我们的腰这么样的鞠躬下去, 甚至表示为我们这个头低下去也用上这个bow, 那么因此第二个句子, tap bowed his head in shame, 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指的是tap, 羞愧地低下了头。 好, 那么就是关于bow这个词我们掌握它。 简直我们看到的是后面的第十五个单词, safety, 名词安全地带。 当然, 他说名词还可以表示为安全, 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装置了解一下, 叫做safety belt, 指的也就是sit belt, 就是我们在坐车, 坐飞机的时候, 所系上的这么一个安全带。 好, 那么对于安全地带呢, 也是这么一个词, 比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例句, the mother worried about the safety of her child, 确切地说, 这个句子里面所表示的还是安全的意思, 那名词整个句话, the mother worried about the safety of her child, 指的就是这位母亲担心她孩子的安全。 OK, 好, 那么对下面这句话中间的safety, 所指的就是安全地带, 我们看一下, she took the child to a place of safety, OK, 所表明的就是他把孩子带到了安全的地带。 好, 那么这是关于第十五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里, 再后我们看到的是第十六个单词, sympathetically, 那么这个单词词尾的ly, 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副词, 这个是同情的, 对于这个副词, 我们从它的形容词入手, 那么形容词不仅仅是词尾的ly拿掉了, 还后面的al拿掉了, 所以形容词是sympathetic, OK, 意思也是同情的。 我们要表明对什么人表示一种同情, 需要加上接词to, 例如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句, we are sympathetic to his situation, 我们对他的近况表示同情, 所以表示对某物, 对某人进行同情, 表示同情, 就是be sympathetic to, 这个to, 它是借词。 好, 那么对于副词而言, 我们同样的还是对动词来进行这样的修设, 我们看到这句话, Fred nodded sympathetically, knock这个动词意思叫作为点头, 因此整个句话指的是Fred, 他同情地点了点头。 好, 那么整个的第七十课的单词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了。 钱兵辞上了 that到下 idi心的程序,